第1章 海盜蜜貓 第1章 海盜蜜貓 第1章 海盜蜜貓 那我們先看到 有一個人選擇 是我們摩托車迅雷 海盜蜜貓沒有選擇地圖 是不是因為這個彎道多 對 那這邊看起來 我們開了這個小摩托 直接來到了第2名 那摩托車這邊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用壓側過彎的 那所以機器上是比一般的正規 對 四輪車來得好 這邊有兩邊的碰撞 這邊做一個360 這個應該是OB的BUG 我們等一下等他一下 然後這邊回來了 大家飛來飛去 自己逃跑飛車 飛完之後回到這個賽道上了 那目前 名次來講 第1名是BD為之 第2是CG實放騰騰 這個騰騰在上次的比賽 其實表現也是相當優異的 狗猾小丁在這邊被頂了下去 被二打一撞了下去 那這邊的名次來講 123名在BD車隊這邊 果然是老牌的一個車隊 非常穩定 相當的穩健 小丁在這邊過彎 有沒有機會沒有 對 路線是走的一個外線 那這邊兩邊都有一個失誤這邊 老木 老木追了上來 對 老木這邊追了上來 那這邊通過了前面的是行程 1234名 對 那隊友的距離好像有點遠喔 老木這邊的停車有點太早了 是沒有停到 對 他是自己真的停車了 對 他是自己真的停車了 而且他載一個很大的時間停車 對 哇 這邊前面有兩個失誤喔 那這邊小丁在有個機會 因為這個機會是好不容易出現的 不過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有稍微拉近一些 有 有 小丁在這邊很兇 哇 這邊 對 他的車頭是撞到對方的車子 是做一個 呃 變成一個停車的狀態了 停車的狀態了 那現在小丁在這邊得趕快再追上去 才有機會拿下這場勝利 對 不過這個賽道已經進入了 哇 直接衝了進去 對 這個路線選得很大膽 但是大膽過頭了一點 直接是掉下去了 哇 這邊看起來是 眼區的一個失誤 看來是心態 這個心態砰砰 這邊 我覺得選手們現在就是想要 盡量的想要把自己的手感穩住 是 我看剛剛又一個下去了 所以他們這邊開始試著比較大膽的跑法 反正都已經知道這局已經差不多了 我理解了 我們開始試著更 更極限的操作 對 更侵略性的跑法 當然失誤就會可能更多 不過 我們先把這個失誤的次數 在這一回合用掉 可以說 下一回合 就讓你看看我的真實力 唉唷 下一回合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但如果確實 如果走得這麼輕略 而不失誤的話 確實會是 自己常常這樣想 不然會被對方的氣勢壓過去 對 最起碼我們保持好 我們良好的感情 我們還有下次的比賽可以組隊 加油 這邊看一下這邊 紅隊局體集合的話 有沒有辦法再往前 在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單局一二名的 依然輸贏不重要 藍方 46M 46M 46愛心 不好意思 愛心 好 這邊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愛心 對 很多愛心 那這個現在再出 骷髏 骷髏 好 這邊是過得很順 好 這邊的名次已經來到 前面是1、2、3米 但是這個距離還有得打 因為這邊是一個大直線 所以這邊圍流很容易出發 哇 這邊但是 差一點點 這有點尷尬 這圍流差一點點 沒吸到 對 沒吸到是有點尷尬 可以等一下嗎 前面有個失誤 前面有個失誤 對 那這邊骷髏 這邊有機會 那這邊 前面開始有點亂了 那這邊骷髏 這邊有沒有尾流 這邊尾流吸得上去 第二 追到了第二名 而且隊友的名次很漂亮 四五六名 然後維茲是 往上的一層 那這邊還有得打 追到了第二名的話 維茲這邊有點自己緊張 是掉下去 自己的隊友也上來了 12、456 那這個名次只要穩穩的拿下 第二 基本上就可以獲勝了 而且後面這個是 蝦 蝦糞 對 那其實後面七八名非常遠 所以骷髏這個名次非常重要 那維茲這邊 這邊好消息是 我們GTH 第二個隊友有上來了 沒錯 來護航一下 小歐這邊做一個對抗 這邊尾流有沒有出發 有 出發過去 但是死卡了一下 那維茲現在跟骷髏這邊的對決 非常重要 如果維茲能超過 前面第一名再做一個放數 讓骷髏 達到第一名 對 骷髏這邊 順利的超合過去拿到第一名 前面是維茲自己選擇 應該是老 老 老木 老木 應該是老怪維茲 忘了 有點剛太快了 對 反正前面藍色他們確定是 因為隊友七八名確定了 對 好 我們現在要看到第三張 城堡的隱藏的密室 對 這邊 準備出發 大家選的都一樣是黑騎士 好 這個又回到了 這個八台的黑騎士 對 八台黑騎士 然後這邊 出發 最後一個雙棟位 左邊這個拖標 前面看起來 喔 比利車這邊重新 整理好自己的 對 重新整理好一下自己的一個陣型 然後這邊 目前是一個1234 1235 庫洛剛這邊好像有點卡氣喔 對 看一下這邊 這邊又在卡 這邊還在卡 這邊拖標是黏住了 然後這邊 維茲 維茲在這個地方 感覺想要做壞事喔 這個是 這個是小分嗎 不過少這個歐 不過我們就 這個就 小 放還是小分 小分 難道是女車手 難道 難道是 好 看一下這個追的過程 唉呀 這邊有點撞到牆壁 差點撞了兩下 不過位置還是卡在第三名 那隊友要趕快上來喔 對 看到這邊 這個應該是有開過實況了 騰騰 對 實況騰騰 大家看一下目前表現得非常好 在第二 那 第三名的小分 能不能再往前來追 一分 轉一個 再來往前 來到了第一圈要結束 佔據的是第三名的位置 不過GT的距離要不要這個 成績後面的好 加油 畢竟六七八 對 那小分這樣目前至少也要 拿下一個第二 不然這個距離是非常難贏的 是 這邊又卡了一下 維茲超過去 對 維茲這邊選擇的路線是比較好的 然後這邊都可以拉開了一點距離 這邊做一個外夾內 成功夾住 等一下被夾起來了 對 這個路線看起來是15不適 我是故意的 好 這邊感覺要做一個停車 這邊抱一個鬼流 這邊做一個碰撞 再卡 往維茲下去了 不過這邊也順利干擾到了小分 對 維茲那邊其實他是故意把整個力道 要往他的車的旁邊撞 所以等於小分他那個力道衝出去就會歪掉 對 他歪掉了導致 他算第一時間過去了 但下一個地方就過去了 下一個地方就過去了 因為那個速度被他頂了前進 好 這邊看到這邊做得非常好 維茲這一個助攻完之後 讓自己的車隊是來到12340 又是一個完全勝利喔 好 這邊 喔 這邊過得很好 那小分只剩下兩個分 哇 這邊弄到條啊 這個條有點痛啊 好 那我們這邊恭喜輸贏不重要的是 來率先拿下的第二分 那這個GTH的選手們 後面陸續抵達終點 一二三四名又是順利不重要的一個完全勝利喔 他下了自己的第二分 也是這個這個 進入了賽末點啊 對 這邊是率先拼牌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場景入困包 喔 還蠻多選手喜歡在這個場景入困包 對 我們看這邊 點了一下 這邊互相點了一下是來到12名 對 12名的位置 不過這場GTH也爭取了345名 好 這邊有人也開始 摩托車迅雷這邊 騎了上去 差點撞到自己人 好 這邊 這邊使用上去困擾或是迅雷這種車 我自己認為是 跑這種直角彎 還有這種地圖比較小的車子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可以過那些閃電彎的時候 是力之半蠻距是比較好過的 對 好 這邊小婷 支付前來到第三 支付前來到第三 壓力佔據了3、4名的位置 對 這邊是過的還算順利 都沒有什麼失誤 但前面跑的 為止跑得非常快 對 騰騰也很穩健喔 兩位選手 其實這個兩位臨跑 而且默契非常好 對 這邊是過得不是很順利 對 但前面真的是 開始拉開了一點距離 對 而且隊友跑著跑著 人不見了 對 然後這邊看到老牧 這邊似乎在等 沒有 這邊在哭泣 哇 這個長拳昆寶非常可愛 穿得過去 對 屬於不重要 現在目前已經聽牌了 又拿下1、2、3、4名 進入第二圈 這這樣子的話 這邊擠娃娃 這邊要靠著4、6 這邊開始摩托車 迅雷能不能再往前邁進 這邊這尾流差點吃到 哇 是除腕吃到有點痛苦 那這邊又重 那4、6這邊再去第四名的位置 不過 我們看到摩托這個壓車的路線非常順 對 非常好 那前面的話 是長期路困擲 對 這兩個使用的是 哇 這邊停車停得很好 頂得非常漂亮 對 老木這邊 順利的卡了一下對方 對 被前面綁了一下鞋帶 那這邊他可能覺得我 綁個鞋子 讓你頂了一下我 對 不過後面的 儘管 後面選手在追了上來 可是離前面的 離前面兩位選手 已經是完全看不到車尾燈了 對 那小芬剛剛那個路線 讓我有點熟悉 以為他要做360甩尾 結果是 有點帥慢了 好 這邊 直接到終點 那這邊 恭喜 輸贏不重要的帥先 拿下一二名 第三分 恭喜他們 晉級 這也意味著他們 篤定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恭喜 所以不知道要順利晉級 到了八強 這個老牌的戰隊 實力還是非常強勁 實力還是非常強勁 那去天9啊9 比較可惜 不過在這場比賽 我相信也得到了 這個不少的經驗 對 其實也